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镇边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镇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以前你要记得 怒考音有首歌叫《垃圾》 太快乐,如何招架 残忍不好吗 现实也是残忍得挺可怕 之前诚哥看到拜登说 你投资吧 包你 觉得我们的地方好 每个东西都很好 吹嘘一番,狗吹一番 结果 商人当然是春光 硬先知 原来最新的调查显示 美国企业 对英国的投资环境信心极差 有几个因素 第1 第1 断咬 这是硬伤减 硬伤减 第2 就是企业随上升 第3 就是政治动荡 咦 政治动荡? 当然了 顶你整天换手相 现在好些 等有人还说什么票头 卓慧斯踢了身 那些人 真是又是同 傻的妈 傻的妈 真是傻的妈 一项新的研究就发完 当然之前拜登 说好好我们会加强投资 他只是这么说 没面说话 这个就真的是 难道我们怎么走开 难道我们怎么走开吗 其实拜登说了都没用 他的企业在哪里 很赚钱去哪里 拜登说什么都没用 你是可以用一些方法 有些方法是可以压制商人不去哪里投资 但你又很难逼人一定去哪里投资 对 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 由于刚才我们说的几个不利因素 去年 美国企业对英国作为投资地点的信心 是持续爬滑 英美商会 美国企业对多家 在英 全部大企业 在英 经营的美国企业进行一项调查 他们就说 当 Boris Johnson Liz Chucks 的动荡之后 听不听到 别人的商人说的真话 就是真真正正当地的状况 新卫城稳住了唐宁街 但是英国的信心仍然是连续第三年下降 你们说什么 他起码抗众 关你鬼事吗 应该说 是关那些伤人鬼事吗 人家只是看有没有生意做 英国 就是这种众商主义的 对 你经常说 什么价值 卓慧斯在这里说 如果他真的做首相 他就不会这样乱来 乱来就惩罚他 他就下台 什么 跟你客气 真的说民主价值 令到英国没了多少亿 他没了钱的价值 5000亿美金 你给 他抗中 当然卓慧斯永远不会关到孔子学院 因为他不是首相 除非突然之间这样瘋 要抗他上来 我相信英国人就是理智 真英国人 真英国人 我们看回 按照打分来说 1到10分来打分 美国企业平均信心评级 是从 2022年的7.3分 是降到 最新的分数就是 6.5分 接近1分的下降 亦都标志着 美国的企业对英国的 负面心态是不断上升 在2021年到2022年期间 这个 数值就是降了0.5 今年降得厉害 降了差不多1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反映去年的 表现 你知道去年的糟糕 整个英国 挺动荡的 就是卓卫斯搞出来的 一个只懂得学大卓尔夫人穿衣 你记住这只穿衣 这个好笑 学习穿衣 是的 正棍有多少斤两 这只能骗到你们 这只能骗到你的傻子 飘头卓卫斯 踢走新卫成 这只能骗到你的傻子 人家说两句你这么开心 现在事实上就是 保守党内 就是信成过多 相信他 就是这么简单 身卫成 多不堪也好 因为 其实他应该多 L字 不是不用 L字 多谢卓卫斯 因为太差太差太差 英国历史上最短的 你可以量化地看 可能是英国历史上最差 几个 最差是最差的几个之一 另外 相比之下 因为他是英美商会 英国的 在美企业反而有信心 他们 有多加英国的巨企 平均对美国的营商环境 有8.4分 10分没分其实是可以的 很高 也证明了两边 是不对等 所以你说什么对等的我不相信 始终 美国为什么呢 因为他肯扔钱出来补贴 英国沽寒 真的很沽寒 十亿搞晶片 你不要被人笑大个口 比立陶宛 比立陶宛 立陶宛还要人家施者 更麻烦 英美商业协会的 CEO Duncan Edwards 他就说 虽然英美贸易保持是不错 但是 和市场的态度总体上都积极 但是 似乎美国企业对于我们英国的看法 是呈现出明显的 不好的想法 无面 没错 他就说 过去 三年 一个很明显趋势 美国投资者对英国的信心 是下滑得比较厉害 而且去年下滑的幅度 比前两年更加大 令人相当有心 为什么呢 刚才说的那几样东西 其实最大就是卓卫斯 人家说的 是美国巨企的CEO 你们这班人比他们聪明 可能是 有些人都很聪明 但是 人家是做惯跨各大企业 会不会给你们看得远 少少那么多呢 应该会少少 这项调查 研究方向是英美 两个国家的政府 以及 企业界发出 这个叫做 大西洋关系的行动 富裕 因为其实 富裕 都是新卫城富裕 多个 是拜登的 因为你看上去都是有所求的 去到美国 说真的 虽然美国也曾经是英国殖民地 上述的结果 当然是多家美国企业 得出来的 这些企业 涵盖的领域 多少 金融服务 企业 医疗 媒体 电讯 制作业等等 多个行业 虽然这项调查 是在 新卫城 入主唐宁街 并且北外兰 对于脱欧后关系达成的 温沙框架 之后进行 已经是很多有利因素 即是新卫城 已经算是坐稳了一阵 温沙框架 谈完了 即是北外兰协定书的延续 已经是好了 和欧盟解决了问题 但是 这个主席就说 亦是没有什么大帮助 更加显示出 美国企业 对英国的信心 是不断的恶化的 虽然这样 但是 我们也要找一下原因 其实 原来第一大原因 都真的是脱欧 都真的是脱欧 持续的担心 其实是受脱欧影响最大的 所以 为什么拜登之前说 你之前和卓卓斯说 要和欧盟改善好关系 和Boris Johnson 也这么说 实际上诚哥 是不是比前两人做得好 当然 我们很公道的 不会说他 做得不好 卓卓斯 卓斯 太不差了 太不差了 真是太差了 他连烂橙也不是 真心说 连烂橙也做不到 正常发挥就应该可以搞定 是的 改善欧盟和英国的关系 是美国企业 最想见到英国政府努力的首要事项 他们也说 如果和欧盟搞好关系 这样会加大投资 大家 并不完全理解 欧盟和英国的贸易协议 即使他们理解了 他们也担心 是不是还有 磨擦 还有 分歧 因为之前的两任和欧盟关系搞得太僵 今年 新卫城 政府 因为计划在2023年底之前 将欧盟时代的法律 从英国的法律当中删除 而遭到 商业团体的猛烈评击 对此政府的回应 就是取消年底的最后期限 我想拖子决会好一点 令到行业松了口气 但是 研究亦显示 虽然新卫城努力重建信心 不过 当被问到 英国政府促进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能力时 美国企业 给英国政府的 信心评级 只是5.8分 这个 商界就说 一个挺残忍的 实际不信 英国政府 可能本国政府会好一点 2022年 对英国的政治稳定 正面和 负面看法各占一半 在新版报告当中 负面 比正面的观点 是负是二 比一 就是大家都是 不多看好 亦都突显了 过去 这个卓卫斯之乱 他写明 为何跟主流差那么远 一直都是 其实 真是 真是麻烦 不是说笑 如果你活在他们的 违奴圈子里 除了身体 在英国 其实 整个思想貌似 就跟英国主流人 差了多远 非常远 非常远 我都说过 其实你真是想做真英国人 应该是 舍弃 那些违奴的 地方 学好英文 更加突显了 政治风险 是美国商人 在英国投资 一个最 第二担心 第一担心是脱欧 但这个说真的 你担心不了 因为他真的脱了 英国政府 将公司税税 从19% 提高到25% 的决定 是令他们 另一个担心的令营 超过一半的 美国 公司的CEO 就说 就是英国的分布 当然 这个调整 影响他们对英国作为经商之地的信心 上述调查 是在上星期新卫城访问 华盛顿之后公布的 其实 都叫做 会不会故意打念新卫城 说到这么好环境 其实你不要这样 不要以为自己很劲 访问期间 信卫城 通 拜登发布了一个大西洋宣言 加强双边的经济联系 当然 虽然这个宣言充满了 善意 但是 在具体协议方面 其实是缺乏 内容的 就是 说的比较多 缺乏一些实质的东西 英国的商业 及 贸易部 就说 英美商业协会的调查 他就很生气 可能诚哥看到 你刚刚回来的柴我台 他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 不是 什么绝对没有事实根据 他真是问那些老头 那些 那些 在英美企那些老头说谎 过去20年 美国一直都是英国最大的单一投资者 你真是说的 过去20年 因为你整个覆盖面 够大 过去那年 你就够坏了 其实 他这样的偷看概念 过去20年是整个大的时间段 过去20年全球的光景是不错的 但是 他现在 这份报告是针对上年 撑你 是不是 这些就是民主进步党常用 这个时间 他经常 是搅拌你的 他把数据出来 流头不搭马嘴 你说过去20年 他现在就针对2022年 他就说 上星期 新卫城访问华盛顿时 美国都宣布了140亿磅前的新投资 这是事实来的 但是 他说信心不足 那么会不会你信心足之下 240亿磅前 当然历史没有余过 当然 这个发言人 就说 去年 他懂得说去年 这个普华永道 去年一项调查 就将英国列为美国 商界领袖最重要市场超过中国 你都会说去年 去年说的就是前年的东西 去年是说 2021年 这份2023年 其实是说2022年 去年 发生的事 是不是真的很大事 卓卫斯是否搞得很大事 IMF怎样说 所以呢 真的 而且他说 安永最近一份报告 将英国列为 欧洲金融服务首选投资目的地 因为其他的欧盟 脱载欧之下 欧盟其他的 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 始终都是美国倫敦 所以这份东西根本就是 这样的事实 但是 也不是说这些 他是说美国 再应企业的信心 是不是 所以 对方提好一点 当然 此时此刻 英国 也有些消息出来 但是 一般的可能有加息 如果有 有的B&O 就麻烦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意外 英国4月份的劳动市场 是意外的强劲 英国4月份扣除 奖金之外的工资 年增幅是7.2% 是高于之前专家预计的6.99% 数据公布英镑上升 大约0.25美分 1英镑是1.25美金 很复杂 心情 不知开心好还是 有楼的人 就不应该开心 因为加息 怕 对 怕好 他肯定加的 不用说 他现在已经是港加的 英国控制通胀 亦都不如意 全世界都是不如意的 全世界都不如意的 此时此刻 有位 不知女子还是男子 就是 唐逢 台湾地区的数位部长 去了英国 他教英国工作 很厉害 他 跟英国 刚才说的部门 商业贸易部 的副部长何心得 分享 自己推广数位发展理念 盼望更加深入的交流机会 唐逢 就参加 叫做 伦敦 科技周 全球都有很多科技人物去的 跟各国家的贵宾分享 台湾经验 好像台湾什么数位领域就业金卡 和 台湾雲市集 点餐APP 不是 这个 AI 民主化 有有有有讲AI 民主化 是这样的 他除了这些 就没什么其他可以买 不知这些西人 听到会不会有嘴 是的 然后问 Audrey 你有没有什么App 有没有 这个点餐App 好 厉害 有得点 送餐饭快 我只是点不送 是吗 你说对 真的有AI 民主化 唐鳌就向英国的贵宾 就介绍台湾地区在数位治理 即数码治理 以及 网络印象 网络印象 不是经常被人偷过资 还叫做印象 还有AI 民主化 等等 你说对 议题上的努力和经验 以及 数位金卡 云市集等等的创新措施 说得很大 他就说 这个 台湾云市集协助 中小 微 业者 数位转型 就是那些小商家 他就说 刚才我们说英国的 营商环境 令到美国的商人不太有信心 他说 叫英国 可以大家交流一下 学理可能更大事 是吗 当然他说的都是废话 就说这个共同强化 民主数位 银性 行开了 曬叫气 诚哥 都没时间来 没兴趣 没兴趣 现在他 要执政英国 只是这样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